靠近中正纪念堂的杭州小龙汤包 拥有制作五星级汤包的实力 而且价格平时是一间超人气的老店 从小小的路边摊起家 扩展到可以容纳七旋座位的 干净舒适分店店面 我们的特色就是 我们的手工现做现包的 点了才做的 而且我们的选材 我们的主要的汤汁是用老母鸡 老母鸡还有鸡脚 然后猪皮啊 然后等等一些我们独家的配方 然后调教出来的汤体 然后放到冷藏以后 然后拿出来包的 然后都是用温体猪 每天每天要叫温体猪来包的这样 因为我们的折数是大概就是一般 像我们一般看那个瓶盖 它这个标准的瓶盖 像汽水的瓶盖都是22折 18折到22折这样 口感是最好的 你折数包太多会 它上面那个头会太硬 我们折数大概是22折 18到22这样 这一笼刚蒸好的小龙汤包 细皮嫩肉 吃的时候建议让它平躺在汤匙上 轻轻地搓破一小角 让饱满的汤汁流出 在缓缓地喝下鲜甜的肉汤之后 再一口一口品尝薄皮与肉馅 虾仁烧卖也是店里的招牌餐点 扎实的面皮包着鲜肉馅 与大尾弹牙虾仁 如此的美味即使不沾酱都很好吃 这个虾仁烧卖是我们全台 我们自己所创的 我们自己创的 它的包法也是我们自己创的 虽然台湾找不到第二家 然后这虾仁都是每个都是 我们新选每天挑沙 挑它的沙 大虾仁来下去包的 里面的馅料是 我们也是用大虾仁剁碎以后 当我们的猪肉馅 我们里面的烧腊肉啊 有放比较多一点 而且我们是纯萝卜丝 纯萝卜做的 人家一般外面市面上都是用萝卜粉 用粉或者太白粉 我们不是 我们是纯萝卜做的 所以跟外面的口感会比较细腻一点 跟外面是不一样的 萝卜的味道比较重 比较甜 比较好吃 除了店内的招牌点心 小龙汤包与虾仁烧卖之外 还有许多超客推荐的美食小点 让你口口满足 回味无穷 平良一讲 鼎太风是在全球都是算知名的店 然后呢 因为没有鼎太风 其实也没有小龙汤包在台湾 那么厉害啦 所以我们那时候 有标榜都是鼎太风 然后每个客人来吃 他们都讲说 真正台湾人会来吃小龙包的 就是来我们店里面吃 然后一般鼎太风 就是给观光客他们吃的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打鼎太风 然后现在这个名号也是没有用的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品牌 是几乎太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